刚刚落下帷幕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为观众带来的不少的精彩 姐姐王心灵不负众望地成为C位成团出道 许多出圈的舞台也让节目效果达到了最高潮 而芒果台也紧随其后地推出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 公布了32位哥哥的时尚大片海报 他们每个人都身处荆棘 从中整洁美丽的衣服与周围带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一种不畏困难蓬勃生长的力量 而每位哥哥身上都充斥着不一样的人格魅力 有洒爽帅气也有青春活力 那么这一季的节目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机遇也是挑战 疫情不仅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所阻碍 对艺人的冲击也非常大 有些优秀的艺人也因此错失了许多机会 而芒果台推出的一系列敬眼类综艺节目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过这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披荆斩棘的哥哥也不例外 他集齐了32名领域不同 年龄不同 性格不同的哥哥 通过彰显自己的才华来创造更好的舞台 赢取更多的热度 这次节目当中年龄最大的有60岁的杜德伟 最小的是只有26岁的杨长青 不仅有影视剧的知名演员 还有专注于舞台的唱跳歌手 让人非常期待了 让人惊喜的是 除了新的嘉宾以外 还有第一季的老面孔回归 分别是陈小春 张志玲 李承轩 张云龙 应该是像浪姐当中的那音 宁静一样 请来助演的嘉宾 这些哥哥在上一季当中的表现也十分精彩 李承轩天上飞的舞台又帅又酥 圈粉无数 陈小春带领着大湾区的哥哥们 以一手友情岁月 燃爆全场 让人梦回蛊惑在时代 相信在这一季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而32个人也会迎来众多的挑战 如何获得观众的喜爱 又如何能够把握每一个舞台的机会 让人耳目一新呢 成功之鉴 奠定口碑 王果台推出的浪姐系列节目可谓是非常火爆 已经掩埋多年的甜心教主王心凌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估计会引发更多的艺人想要尝试舞台表演的方式 而且节目组的拍摄效果和舞台水准 也算上是内于天花板了 当然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季也受到了隔壁追光 把哥哥播出后的不小压力 观众的审美也在逐步提高 对于追光里哥哥的表现吐槽颇多 但是披荆斩棘当中的嘉宾不仅有话题度 而且舞台也十分彰显魅力 所以还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比想象中的效果要好许多 有了这个成功的例子 芒果台也是快马家边地创办了第二季 第一季当中的某些赛制或许也会延续到第二季当中 无论是面对残忍的淘汰时 哥哥们真情流露的一面 还是在日常训练中 每个人心情付出的一面都非常值得去观看品味 嘉宾阵容影争议 有了之前成功节目的铺垫 这一季的节目想必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不过此次的嘉宾阵容一经公布就受到了不少人的热议 小虎队里的苏友鹏也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有着丰厚的粉丝基础 或许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别样的回忆沙 情歌王子仁嫌奇 更是让所有人备受期待 当初红极一时的民谣风歌手马迪 也许会在节目当中演奏新的歌曲 还有新请来的海外选手Mike 不知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除去这些呼声极高的明星 也少不了一些有所争议的艺人 当年与杨幂修成正果的刘凯威 却因为爆出夜光剧本的丑闻离婚 事业也是一叠再叠 而此次居然接受了节目组的邀请 不知他能否凭借节目一改口碑呢 还有当年凭借着帅气脸庞爆红的金汉 却被前女友爆出私生活混乱 即使出言否认 也没有阻止注意再跌落的粉丝人数 而周博豪也曾因为立场问题 受到过不小的争议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曾经私藏过低频的杜德伟 居然又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当初杜德伟也算是爆红的明星 将华语乐坛的歌曲也带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自从他被曝光出这件事情之后 一直都很低调 甚至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 也不敢大肆宣扬 而这次节目他竟然如此高调地 秀出了海报 让人都不理解节目组 为什么会邀请一个人品有损的艺人来参加节目 在上一季播出时期 也有一人因为被曝光出丑闻 后期被迫把他用马赛克模糊掉的事情发生 看来节目组并没有受此影响 不过无论其他人怎么样 只要哥哥们自己努力拼搏 都会有翻红的机会 历经披荆斩棘 归来仍是少年 节语 每个哥哥都有着闪光的一面 正如海报当中每个人坚定的目光 所透露出的信念感一样 他们正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够做好 才来到这个舞台上 对于众多明星来说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在节目当中 把好的一面彰显给大家 或许他们之前有过一些备受争议的行为 但是能够踏上这个舞台 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勇气 而我们从中也能看到明星 在吞去光环之后的另一面 在舞蹈室当中夜以继日的努力 在演唱厅中重复无数次的排练 还有团队之间磨合出的默契与团结 他们就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是一样的 也需要经过努力 才能够看到光芒 有远少偶迹能够 Crea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